HELLO 各位好,今天會和大家一起看Pokemon 的小情報 到時我會和大家一起分享這個情報,究竟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而我看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好,去片段了 首先一開始就出現了這位公司的一些負責人或者代表人士 他的職位我完全不想知道 他一開始就出了Pokemon Unite的情報 基本上Unite的情報就說出了Switch的版本 又或者到時可能會出一個手機的版本 其實都比較不算是一個小小的情報 因為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Pokemon Unite有機會出手機版 他這個情報就想和大家說 之後他出完Switch版之後就會出手機版 並且可以將Switch和手機做一個連通的功能 他也有提到可能他有些事情登錄 包括有比加超或者比加超的時裝等等 Pokemon Unite 因為Pokemon Unite其實都是近期一個比較上新的遊戲 所以我想他會用一個時間 在Pokemon的情報資訊的直播 錄播中可能會特意放一個時間給他介紹 當然大家剛才看到他也有捷拉 捷拉奧拉 就是那隻電貓 是一個事前登錄的精靈 他也有提及到 可能有新精靈的象牙珠 以及妖姨貝的兩隻新精靈 那算是唯一一個比較重要的大新聞 可以說是在Pokemon Unite裡面 我自己來說 因為其他特別的情報我都大致上了解 不過新精靈這一方面 暫時應該是他第一次公開的情報 之後就會繼續介紹其他類型 例如是Pokemon Coffee的Mix 好,終於來到Pokemon珍珠鑽石的一個最終情報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期待 當時我看直播也是很期待 一看畫面就會看到有三隻精靈 是珍珠鑽石 也就是神老地區的余三家 包括有波加晚 小科喉 還有草苗龜 這個小小的動畫都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好,在下一個畫面 你就會看到開始有一些Pokemon珍珍珠鑽石 Switch版的一些字 可能在一些對話 就會出現在你的眼前 所以你的冒險即將要開始 一如既往和以往看過的預告片一樣 Pokemon珍珍珠鑽石 依然是在用這個超小的一個人的角色 對了 其實也可以反映 他已經決定用這個人 好,這裡可以看到畫風 我自己來說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種畫風 因為始終它是由一個很高清的 一個差不多是1比1的人形 然後變成一個小小的人 剛才有一個畫面很有趣的 就是它是有跟隨系統 而另外剛剛遊戲介面的UI 十分之噁心 我一眼看得出 以為是某國手機遊戲的介面 非常噁心 完全不能接受 好了 轉眼間我們馬上來到華麗大賽的小資訊 對 這個華麗大賽裡面 你可以把精靈球貼一些貼紙 當你的精靈球扔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到一些貼紙的效果 就會有一些閃亮亮的風格 即是扔精靈球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效果就會出來 這個珍珠鑽石也是我自己都比較想玩 比較推薦 比較推介的遊戲 因為其實以往的華麗大賽應該都是比較沉悶 這次看到好像是一種類似偶像風格的玩法 的模式 所以我覺得都挺吸引 挺特別 提到珍珠鑽石 一定要講到就是這個掘礦組合 想當年的掘礦組合 簡直是幫大家帶入了不少的希望 或者是一個幻想 大家如果知道我說什麼 就知道我們的掘礦組合究竟有什麼用 沒錯,就是用來捉神獸 有部分人可能不知道 以往曾經珍珠鑽石版初代版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個掘礦組合去捉一些傳說精靈 即是捉不到的精靈 例如是惡夢神、美夢神 或者是一些雪米那些精靈 轉眼間回到銀河團的劇情 這個劇情 這個劇情其實這個 怎麼說呢 這個背景是做得挺漂亮的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整個畫面 都是有一種很… 宣染到很差的一個風格 當時一看的時候都是… 都是這個畫風上宣染到有點問題 OK 最後他就講到一切將會結束 然後再重新開始 沒錯 也就是這個Switch版 珍珠鑽石的一個… 預告片的Snowgun 最後也彈出了今次的… 珍珠鑽石的神獸 這個迪亞魯卡 以及拍攝不知什麼 不記得了 它Switch的封面其實也挺特別的 分別有這個手痛和心口痛的一個… 作為封面 相當奇怪的 我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 這個 當時一出其實已經有人在笑 好 距離珍珠鑽石已經剩下三個月時間 如果… 聽剛才我所說 很多地方批評 很多東西說 但其實我當然 到時候我會珍香繼續買 大家不需要擔心 作為這個Pokemon的… 即作為香港的Pokemon YouTuber 我是必須要買的 即… 老實說 一給我一些糞便買 我也是照買的 好啦 它這裏就… 加上一些說明介紹 或者字幕去豐富 以及告訴大家 究竟它這次加入了什麼系統 對 這個界面其實真的相當之核 我覺得遊戲畫面完全不行 以及… 遊戲畫面 即進入戰鬥畫面的時候 的宣染都感覺上 就沒有那麼好 那個界面也不是說好得 沒錯 其實它進入的人的比例是OK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它總是要用這個小小子作為 它的… 行動 即一出到它的普通界面 它就變回小小小的 那這個真是最令人難以接受的一件事 因為去到Switch這個版本 是不應該再出現這些 那麼… 那麼矮小的人的角色 雖然它好像是說 重製珍珠鑽石 也就是援用珍珠鑽石 當時的人的比例 來做一個大小的 但是這個… 我覺得… 即… 援用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新的系統 相信就是這個Pokemon的被炒 那麼透過可能放不同的石像 它就會增加那個區域 某一部分精靈的屬性不同 譬如可能放了水系 那麼可能水系的精靈就會變多 放了火系的 那麼火系的精靈就會變多 也有機會就是說 那個巢穴裡面 其實是某部分精靈 只有在巢穴才會看到 這個系統有點像是 心金銀魂的一個狩獵地區的一個形態 也挺特別的 那麼在這個介紹裡面 它也有提及到 就是可以在精靈球 裝一些特定你想要的貼紙特效 當你裝了之後 它就會扔出來那一刻 就會有些特效 那麼我自己個人來說 做人來看的話 其實也挺特別的 也都希望它這個系統 可以在之後可能在劍盾那些用到 因為始終… 好像最新一代 它出到這些那麼特別 那麼個人化 獨特化的一些系統的時候 但是可能去到新 又沒有了 感覺上就會怎麼說 好的東西不帶走 衰的東西就不斷保持著 這個說法 好 這裡它也有再次講解一下 這個華麗大賽怎樣玩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Pokemon動畫的華麗大賽 都知道它除了一種華麗技能的特效 展現給這個評判 也有一個華麗大賽的對戰 我自己是相當期待華麗大賽這一部分 至於它這裡提及到 就是這個聯誼的交易交… 即是一個聯誼的大廳 就給你可能在附近的人 或者是世界的人 就一個通訊 交換或者對戰都可以 這個就是一個跟隨系統 在珍珠鑽石裡面 它也加入了這個跟隨系統 非常之好 因為這個跟隨系統 我相信所有人都沒有特別不喜歡這個系統 在之前那幾代只有幾版才會有跟隨系統 可能只有這個金版… 不是… 比加超版 即是跟隨比加超 然後深金銀魂 以及劍盾 可能數錯 數錯的話可以在大家在下面指證我 然後就會講解一下Pokemon傳說的艾爾袖斯 相信有部份人應該都比較期待這隻 因為始終這隻 我感覺上 我自己看來 其實它的人的尺寸 是比較上是貼近Switch這個機體 一開始見到三個御三家 就不是大家經常見到的御三家 它是分開不同地區的御三家 因為這個艾爾袖斯的版本 它在講解很古老的年代的時候發生的一些劇情 你會看到其實跟劍盾的抗野地區有一點相似 都是一個很大的地形 然後有些精靈在周圍走來走去 而它採用的時代也是神奧地區的古代時期 即是古代時期 很久以前的神奧地區 其實都相當古怪 我自己覺得相當古怪 它這裡展示了某部份的一些精靈 也有展示到 在艾爾袖斯傳說裡面 它有一部份有地區形大的精靈 大家剛才看到 那隻就是經角鹿 看角已經知道了 角其實很容易看得出 它就是經角鹿而變化而成 基本上整個都好像是一種劍盾的抗野地區 然後再加一些刺客的玩法 因為你看到它會操控這個主角 這個可能是比較潛衡的方式 然後直接放精靈球 直接放到精靈 又或者它會放一個精靈球 在敵方的精靈前面 而觸發戰鬥 就是這樣 比以往的一些對戰方式都不同 但是它也有保留到 就是捕捉前戰鬥的一個系統 好了 出現了一隻比較熟悉的鳥仔 當時大家眼看其實都不太記得是誰 之後就回想回 原來這隻勇士英 勇士英之後就是這個魚 這條魚其實一開始都很難看 但看了樣子就知道 它是野蠻奴魚變成的一個魚 對了 也再次出現這個經角鹿 經角鹿其實都是比較特別的 特別有型 我自己覺得 很符合是一個古代的 時代的一個精靈 好 這裏講述到 由於一些影響 所以影響到這個精靈會有狂暴化的出現 而狂暴化的野外精靈也會追著人來打 當主角被人打了幾下之後 他就會暈倒 可能就會損失一些錢之類 我想應該是這樣 所以就要想辦法潛行 又或者回避 好 好 在亞爾宙斯傳說中最特別的系統就是剛剛出現了 就是包括有這個信 即是迅速或者乾猛 我不太記得那個人文是什麼 這兩個就是一個 迅速的那個就是能夠很高速的出這個技能 簡單介紹一下 另一個是什麼 乾猛 那個就是能夠增加這個招式的威力 來自各地區的人就會組成銀河組 其實這裏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銀河隊本身在珍珠鑽石版裡面是反派 但是來到亞爾宙斯傳說中 銀河隊是好人 這裏就會有一個混亂 混淆 可能我會覺得銀河隊 什麼什麼水 或者銀河隊 但其實銀河隊可能大家所說的不同 這可能是珍珠鑽石的反派銀河隊 但我可能就是一個好人的銀河隊 這裏我會覺得有一點混亂 我會覺得不太好 改名字 這裏就會重點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洗脆地區 如果你把精靈球放在敵方的精靈前面就會出現 大家右上角看到它有一個行動的順序 這個其實有點像RPG遊戲的速度線的計劃 這裏提及到剛才我所說的光碼和順疾 使用光碼的話 招式的威力就會變強 但是可能行動順序就會減少 即變慢 但是使用這個順疾的話 招式威力會變弱一點 但是可能能夠做到連續兩回合都是你動的 這個在戰鬥上可能會有一點不同 挺特別的 還有它這個動畫 即是這個特效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挺特別的 如果珍珠鑽石是用這種畫風 其實我是相當之滿意的 但可惜是不是的 好,在這個圖鑑課題裡 其實也有部分人可能反映到 這個會不會是徐落柏的任務 其實我覺得都很相似 即是可能你遇到那些精靈遇到多少次 然後可能有什麼發現 然後再回報給任務的委託人 真的十足十個徐落柏 好,這個時候就介紹一下洗脆地區限定的精靈 第一隻剛剛跟大家說過就是經過鹿 就叫做鬼角鹿 就是因為適應了洗脆地區自然環的經過鹿 所以就變成了現在的鬼角鹿 不過始終經過鹿其實實力不太強 所以就算鑽了地區形態應該也不會太強 另一隻就是野蠻魯魚而成的優蠻... 優蠻... 那些圖鑑介紹描述我就不特別改 我說一下外觀 其實外觀都頗有趣 真的很有日本風格 日本和民間傳說的畫風十分相似 好 剛才也有說到就是勇士英的一個洗脆地區限定的精靈 沒有什麼特別要說 因為暫時都沒有什麼種族的能力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護主犬 洗脆地區的護主犬 有很大的不同就是 它是一個岩石系的精靈 頭上是用岩石構成 所以有關鍵的時候才會容易缺鼠 可以看得出它是一個岩石系的精靈 大致上這個Pokemon的情報就先去到這裡 其實都相當大的情報 但可能只有少部分才會有情報的資訊 之後我可能會再重新做一個影片 再告訴大家 哪一隻精靈是什麼屬性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新特性的可能性 還是用舊特性 我會在下一條影片再講解 好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按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